9. 聯合組部,新加坡,典雅中更具本土風味 2015年7月18日食樂園七樣全農民Violatunes Kitchen照片餐館重新裝潢後 整體格調更典雅,同時推出許多新菜 以往提供的西餐樣位,使其本土風味更濃 四個月前到本地美食交溫美肉Violatunes 的同名餐館Violatunes Kitchen用餐 常到用號稱糧野廚房黑珍珠的黑果所烹調的天使意面 深厚的糧野底韻賦予意大利風情,為這樣的融合留下深刻印象 上星期,再次回到這家糧野餐館,發現店幕莊王翻天覆地的變化 性格也有所改變,以往以黑白為主色調 地上舖的是舊式地磚,散發英殖民地風情,分為小閒 經過大翻身後,牆上和天花板都抱上洋野風格的磁磚 部分戶外區改成室內冷氣空間,深色為主的莊王加上美陷的燈光 使得整體格調昇華,更為典雅,但所有擺設當中,最吸精的是牆上掛著的事物 有溫美育當記者時的飲食報道,使藏手寫食譜,贏得的獎盃 處處透著他對美食的溫暖回憶 新菜單中的舊溫美育花一段出生土生華人家庭 至少隨著在遣鶴石油公司工作的父親派駐到倫敦、馬六甲、吉隆坡、亞比等地 常年旅居海外的生活,讓他接觸各地美食 溫美育上世紀七十年代投身報界擔任樂平人 但視在他的喜好中,排在首位的,依然是造菜 1987年起,溫美育湧廠餐飲界,創辦自己的美食雜誌The Food Paper 在烏捷路開過餐館,也出版過三本食譜 2012年開業的Violetunes Kitchen 是他傾著不新經驗的最新事業 開業三年後為餐館大翻新 除了空間的改變 菜單上也推出許多新菜 雪新,其實是舊 溫美育從長輩處學到現意小見的菜式融入菜單 兩夜,南洋,濃香,香辣,是當中的雲泊 餐館以往提供的西式餐點因此洋味 使其本土風味更濃烈 荒香中多一分南洋甜味開圍小點是4kw 6美元 葉積過的芥菜葉配上葉薑 看起來淺綠晶瑩 口感爽脆 入口後嘗到的酸味回甘 然後一陣清涼 洗滴味蕾,迎接前菜 馬來炸豆腐醋Higurin 美元十三是家常小吃 來到溫美育手中 又有巧妙變化 炸豆腐糖在絲絲黃瓜上 讓銀牙左右相伴 重點是那心喝式的醬汁 溫美育加入椰糖調配的花生醬 花生的放香中多一分南洋甜味 為淡雅豆腐增添濃香重味 加冕雞肉Coronation Chicken 美元十三是全治英國的一道老菜 溫美育說 伊黎莎白女王當年加冕時 廚師就用來自印度的咖喱粉烹煮雞肉塊以時慶祝 它的品本則是用奶油口感較重的咖喱汁來烹製雞肉 然後成在炸雲吞皮製成的小碗上桌 吃法時摸下一片雲吞皮 勾起咖喱雞肉一同入口 味道比一般咖喱溫潤 也帶有微甜 長青菜必點鹹菜鴨湯9美元是另一道家常菜 餐館改用燒肉 把豬肉鹹香煮入湯頭中 這道鹹菜燒肉湯使用兩種重鹹的食材 食材處理和比重勢必要拿捏得準 我嘗的就過鹹 辣椒炒大蝦32美元將鮮蝦否半 然後加入小辣椒碎和蒜泥猛火快炒 辣椒碎將火力全開 辣勁十足 雖吃得大汗淋漓 但十足過癮 另一道新菜餐巴臭豆18美元用上較小的蝦 主角卻是餐巴臭豆 和上一道菜相比 餐巴帶來遮許甜味 刺激性較低 非常適合下飯 來到這裏 建議點餐館開業五年來的長青菜式 魚油嫩多汁的人 當牛肉24美元和招牌 蝦沙乾熱麵22美元 溫美肉的品本用微小濃厚的醬汁 蝦沙葉、豆芽、鮮蝦、豆腐 都帶來南洋賣相和味道 甜品方面 溫美肉新推出的椰糖蛋糕12美元是最大量點 渴飾的磅蛋糕Pound Cake棉密紮實 入口咬碎 一陣微微涼同香煮滿嘴腔 又不會太甜 我不是甜品粉絲 還是一連吃了兩塊 餐館也在周末推出全新的早餐菜單 最豐盛的是溫時大早餐 Violet's Big Breakfast 美元22美元 印度尼西亞黃疆 Farnassi Qning答配薑黃炸雞 餐巴雞蛋 餐巴江月仔和烏打肉 餐館Violet's Kitchen地址 母吉之馬路881號電話 646085430 北九 老esp 餐巴雞 葡萄 使用 餐巴雞 餐巴雞